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张青 是中国维权人士郭飞熊的妻子 他接触和参加中国民主运动有30年的历史 郭飞熊是湖北人 1984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他走上这个宪政民主指路最早可以从1985年所起 这一年他有机会在上海师大的一个小咖啡馆里 听到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自由作家叫做王罗旺 也是所谓的自由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一次演讲 王罗旺是八年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宪政民主的启蒙者之一 王罗旺的演讲以及整个八年年代的启蒙思潮 对郭飞熊本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然后开始有了对于宪政民主的向往 并且直接参加了1986年11月上海的学生运动 所以他在第二年在1986年的时候 他就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 而且他是非常积极的参加这种活动 而且在接下来的1989年的全国的学生运动中 他也是积极的参加 并且在游行中给了这个街头的演讲 就是政治演讲 4月份他去申请游行 按照中国的法律 他就是说中国政府是不允许人民有游行的权利 但是他的那个法律上面规定 你可以来申请游行 那么他就按照中国的规定去申请游行 他在游行申请的过程中 当时就给警察扣下来了 在北京 当时在北京就扣下来了 这是当时是关了17天的时间 这当然他被抓捕 刑事主流4次 第二次呢是在他帮助泰斯城维权的时候 帮助泰斯城民维权的时候 就是说所有的案子 过分性的案子有个特点呢就是 他们对方没有证据的人指控他 他就用酷刑 第一他要把这个案子做下去 需要有证据来做 第二呢他就是 他的更大的目的就是 想要把整个民间的维权运动给镇压下去 然后呢也让他们这些人 这个放弃维权活动 所以他当时的时候收到了很多的酷刑 而且并且把他送到 从南中国的广州 送到北中国的沈阳 他曾经遭受过各种 那种苦行折磨 包括把头发 包括殴打 包括电信 甚至电信他的生殖器 为了抗议对他的这种折磨 他在鱼中 一共五次绝死 绝死的时间加起来 超过了186天 作为人权捍卫者有好多的风险 比如说他们会被判刑 会被判刑 会受到酷刑 会被 家属会受到骚扰 甚至他们的孩子 在学校会受到骚扰 甚至是没有学校 愿意接受他们的孩子 我当年六年老 我母亲说我去学校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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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at whole year i was here i was i stayed at home while while my while my sister went to school i stayed here for one i stayed home for one year then the next year they finally let me come i was one year behind the the other kids who were who were my age而且呢就是那段时间很焦虑我这是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压力我我女儿因为她12岁了而且呢她要生初中但是没有学校可以去她有很大的压力她甚至都哭了她跟我说她说我不能像地利一样天天待在家里我不能没有学校上 她的妻子最终是她的妻子不得不带孩子逃离中国现在美国生活孩子能够在美国读书国飞熊是当然国飞熊也不能离开中国造成这个他与孩子与家人不能够团聚 2009年的春节旁边应该是我就离开了中国来到了美国 对那么是在2013年的8月7号我还收到了她的这个邮件她说我是平安的然后等到第二天我就再没收到她的消息 然后呢那段时间网上也有人在找她说她没有消息那么后来接下来在9天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她第四次被中国政府秘密的关押秘密的给逮捕了所以这就是她的第四次而第四次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声 指控她声援了南方周末事件并且发表了在街上发表了政治演说 然后呢就是呼吁这个中国人大批准这个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然后当然还说了一个就是她说他们上面是就是说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好像有这样的标语也放进去了我看到 所以这就是从那会儿从2013年的8月7号现在就我们就没有接触到她 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她被关押在监狱里面这么长的时间一直不能得到户外的活动也不能晒太阳 他们关押的地方只有30平方米而且里面有30多个人 这样的话每个人平之下来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间给他们 所以她的情况而且呢她的身体状况也不好 然后她的腿这个行动不是那么利索 而且呢腿感觉麻木 在那里身体状况和这种周围的环境都很差 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她离经坎坷 离经折磨之后 她仍然保持了对于善 对于爱 对于美好的那样一种向往 她的心里没有仇恨 没有暴力 她最大的追求仍然是中国的和平转型 她的身上我认为是继承了从中国的孙中山到南非的曼德拉到印度的甘地 这样的一些宪政民族者他们所共有的共同具有的这样一种最优秀的品质 就所以那种善良 这种悲悯 这种同情心 对人类的那种热爱大爱之心 我认为这是最难得的 经历种种迫害之后仍然保有一颗辞职之心 这是最让我感佩的 作为人权捍卫者很多时候是更多的时候是孤独的 有的时候是家庭的不理解 更多的时候是社会的不支持和不理解 如果是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中国人权捍卫者 当然也包括如果能够把这个奖项能够发给中国人权捍卫者 这样的话会给中国人权捍卫者一个莫大的支持 让他们知道国际社会是关注他们的 他们是不孤独的 国际社会能够给予中国的维权运动 中国的民间抗争 中国的自由民主的进程 保持一种高度的关注 尤其是对这些长期受到打压的这种人权卫视 多一些的关注 就像郭飞雄 他在这么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来 我相信他在这么十多年的里面来 唯一一个人就是遭遇四次关押 而且已经判刑五年 而且现在又差不多关了两年的时间 而且在监狱里面遭受了非常多的酷刑 所以国际上的关注 对他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起码这种恶劣的做法 我最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个奖 我说了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鼓励 更是对中国十年维权运动的鼓励 有些人必须得到这种状态 和对他们的状态 和对他们的状态 但我认为他们的父亲是一位 一位的父亲是一位 一位的父亲是一位 一位的自由 and is brave enough to fight it. Help protec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on the front line. Contribute at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 slash donate. Thank you.